每年到了夏天啊,这南半球不要钱的阳光啊,就晒的你是不要不要的 别看我们蓝天白云看起来挺美的,但这紫外线指数呢是飙升啊 像我们家这样的房子全部都是落地窗,而这落地窗很大上下两层,房高也是加高的 一到这个夏天太阳足的时候啊,我们家的空调就要一直努力的工作 这电费啊,就跟流水一样的,哗哗的,谁用谁知道,心疼啊 从19年刚刚入住这个大房子的时候啊,当时就是陆老师就天天催着我说 你还是最好能够把这个玻璃的防暴防晒膜给贴上 他是想省钱让我自己DIY,这活他也不能省钱啊,我也不会干啊 这专业的事儿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这不嘛,今天就请我们这个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邻居啊 这个王总跟李总呢,到我们家来帮我来贴这个防暴防晒膜 为了更容易的对比啊,我们来看一下贴了一半的效果 就是这个现在右边这个窗户是贴了膜的,左边这个窗户是没贴膜的 现在可以明显看到,透过这个防晒膜右边看到天空没有过曝啊 这边紫外线很强烈,光线很强烈过曝,颜色都不一样 然后呢我们在地板上也能看出来啊,这个在同样的 因为在同一个瓶里面,曝光的这个颜色也不一样 这边明显就热,地板也是热的,因为在紫外线下被烫的 然后这块拿手摸是凉的,这个温度的对比非常的明显 因为没有这个额温枪啊,没办法去做测试 但是摸着这边的温度和这边的温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这屋子里还是开着空调 所以这边没有,基本上没受到这个光线的影响 但这边就很热,右边就会很凉快 所以这差别就会有这么大 所以到了夏天,你想象一下 如果要是你家的这个房间,这个落地窗非常多 像我们家一楼,落地窗非常多 尤其像西晒,这边是正好是冲正西的 这个deck这边也是,这边是全贴完的 这全贴完的 然后呢,这个deck的里面的这个门呢 还在贴 这个李总跟王总辛苦了啊 然后这个感觉就很凉爽了 再看看这边 这边也是贴完了 夏拨也非常好 你往外看是非常通透的 但是从外面往里看的应该是看不见的 我们去看一下效果 今天天气很好,阳光特别的足 正好我们这边是西晒 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窗户根本就没有贴 这时候能看见完全通透 看见屋子里边 就是为了增加这个对比效果 所以我让他只,让这个师傅只帮我贴了一半 现在看到吗,这个窗户只贴了一半 左边这边是刚才反过来,还是贴过的 右边是没贴的,所以右边能够看到屋子里面 如果在白天基本上你能看到屋子里面的全部的样子 但是呢,凡是贴过膜的 从外面只能看到蓝天白云这个反射 而且屋子里面会很凉爽 对这个夏天 节省能源,还有屋子里的保温 主要是降温 帮助非常大 这样的话你也不用去拉窗帘 其实拉窗帘并不能防止热能进来 因为他会把窗帘烤热 同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deck 就decking这边就是一个户外区这边 你看了吗,这边的窗户是全部都封完的 非常明显就是镜面效果 我在那个镜子里面全部被看见了 但是屋子里面基本上是看不进去的 我这么拿裸眼是看不进去的 只有到了晚上屋子里面特别 就是要开灯特别亮的时候 外面特别黑的时候才能隐约看到一点 你看这边也是,右边跟中间正在施工 是看不见的 但是左边这边还没有贴 左边这边是可以看到里边的 虽然说不是很清楚 因为卖不亮 尤其是在它贴完以后 效果会特别特别的明显 像我们家这个厨房跟pantry这边 因为是朝南 我们知道在澳洲朝南 其实相当于中国的朝北 基本上是没有阳光的 但是朝西的方向有完全正的西晒 还有朝北的方向 基本上全部都是有阳光的 尤其在夏天 还有朝东 所以建议这些地方最好还是要贴上 如果你们家不幸 跟我们家一样是两层 那要想达到最好的保温效果 还是要贴两层 考虑一下每年节省的 因为温度控制的比较好 能节省的空调电费 大家知道澳洲的电费有多贵了 考虑一下能节省的电费的话 你贴的这个膜是一次性的投入 所以还是非常值得的 而且在你贴的过程中 就贴完以后的享受过程中 那种凉爽 你可能只有体验过才知道 除了遮阳防晒之外 它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来安保 我们知道贴了膜以后 包括像我们的汽车膜 跟它原理是几乎是一样的 其实在整个玻璃的外层 增加了一层的膜以后 它的抗外力打击能力 它的连接性会更好 所以如果不幸遭贼的话 同样的一块玻璃 如果你贴膜跟没贴膜 对于暴力侵入的话 它的强度是更加增加了 其实就是在安保的性能上 也是不错的 所以非常推荐 我们下期再见